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就是电容器的电容 有这两个东西 好 那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switch没有接上 电容器上的电量 是最大Q0 那么没有电 因为这个没有接上不通 这个路不通 所以没有电流 没有电流呢 这个地方一开始也没有磁场 那就是 这个地方的感应电动势等于0 好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switch 靠上去了 开始计时哦 经过一段时间 T秒钟以后 这个Q呢就开始放电了 本来是Q0嘛 对不对 放电 剩下的就是Q 然后这个电路上面呢 开始有电流了 Q 电流就是I 好 这个时候呢 就在这一瞬间 Time T的时候 我们利用 克希和夫电压定律 这里走一圈 这样走也可以 这样走也可以 好 电位降落的 总数 要等于电位上升的总数 你看这个是电位降落 对不对 好 如果是用正的话 那么电位上升就是用负的 等于0 好 VC是什么呢 就是电容器两端的端电压 它是等于Q over C 那VL呢 是线圈的感应电动式 自感电动式 它就是L DI over DT 因为我们就已经把符号弄上去了 所以VC跟VL都是绝对值 那么这个一定要用绝对值 绝对值 符号已经有了 所以DI over DT呢 电流本来没有啊 后来变成有啊 所以是正的 自感系数也是正的 所以这个就是 就是这样子 这符号本来就有 好 那么现在我们呢 看这个 这叫Circuit Equation 电路方程 这个一定要会写出来 那么这里有Q是变数 I也是变数 但是这两个变数啊 它们不是独立的 它们之间有关系 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这个关系 电流是等于负DQ over DT 那么这个 这里的Q代表什么意思呢 是代表这个电容器上面的电量的时间增加率 它本身是什么 是负的 因为它越来越少啊 所以必须要乘一个负号 负负的正 电流我们用正的表示 所以这是负DQ over DT 所以这是负DQ over DT 于是这个式子呢 Circuit Equation 我们 这个Circuit Equation 那么I跟Q有这个关系 好 那么它的起初条件 就是T等于0的时候 Q等于Q0 I等于0 但是 我们看看Q0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我们得DI over DT 等于Q0 over LC 这个不是0 那就是说 虽然起初电流是0啊 可是电流会增加 它的增加率不是0 所以它电流就开始增加了 我们就把这个值带到这个里头去 那么 DI等于负DQ over DT 那么这个就变成L D平方Q over DT 那么 把这个 大家都除一个L 那么L除过来 就是L分之1 乘上Q等于0 这个 就是一个微分方程 要解这个微分方程呢 我们都很熟悉啊 这个形态是一个什么 减弦运动的形态啊 那这个Lc分之1是个常数 我们可以令它等于Omega平方 就是L 所以Omega平方等于Lc分之1 于是这个微分方程 变成这样子 这个微分方程 它的Solution 我们都很熟啊 这个Solution 不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A是它的正辅 Omega就是刚刚说的 Lc分之1 开根号 然后这两个是常数 是这个 A Cta Phi 我们可以由初始条件获得 比如说 假如我们用这个 这个微分方程的解释 就是这一套 我们采用这个的话 那我们在 因为它有两个微支数 A跟Phi 所以你一定要有两个方程式 才能解啊 另外一个方程式呢 我们就用I I等于-DQ over DT 你把这个带进来 就得这个东西 于是我们就把起初条件 这是我们知道的条件带进去 T等于0 Q0等于 Q等于Q0 T等于0 还有T等于0 I等于0 带进去 这两个 这个式子变成这样子 这个式子呢 就变成这样子 我们解这两个式子 那么这个里头 我们首先解这个 首先解这个 这个式子 这两个不会是0 要是0的话 一定是Sign Phi是0 那么Sign Phi等于0的话呢 Phi有很多值啊 0也可以啊 Phi也可以啊 2Phi也可以啊 好 那我们就选一个最小的 Phi等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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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进去了 带到这里 那么A就等于Q0 所以现在这个也求出来了 这个也求出来了 于是我们带回去 我们就得Q是等于Q0 Omega T 那么 因为这个式子 这个前面呢 都是代表它 一个最大的振幅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Qmaxima 最大的 那I呢可以等于这个 你把这个字带到这里去 那这里就是最大电流 最大电流 最大电流 是最大电量 最大电流 好 那么假如我们说这个Equation Differential Equation 它的解释这一套的话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可以得到 它的Solution是一样的 索路军呢 也是这两个 好 现在 我们从这两个结果里面 我们从QQi这个结果 我们来看看 因为这个是一个最大支层 Cosine Omega T 这个是最大支层 Sine Omega T 那么Cosine Omega T 等于零的时候呢 Sine Omega T 可以等于正负一 好 当Sine Omega T 等于零的时候 Cosine Omega T 可以等于正负一 那这就是表示啊 好 这个 电路上面呢 电量等于零的时候 电流就最大支 电量 电量 电流等于零的时候 电容器三的电量 有最大支 因为这个是 这两个都是一个 正圈函数 余圈函数 它有最大支 它一直在最大支 跟最小支 正一跟负一之间正大 所以Q呢 就是从Qmaxima 一直变到负Qmaxima 那因此啊 我们说这个路啊 这个电路 是一个震荡电路 它的电量 不是定值 在改变 从Qmaxima 到负Qmaxima 它的电流呢 从Omega Q0 变到负Omega Q0 再变回来 那么震荡的频率呢 频率是Omega over 2pi Omega是等于这个 所以震荡频率是这个 这就是震荡电路的震荡频率 好 这个我们都讲了 好 那么我们有了这两个字以后 我们可以求什么呢 求capacitance 两端的端电压 这个端电压 这个端电压是等 Q over C Q就是 Q是时间的函数嘛 所以把这个Q 等于Q0 cosOmega T 带进去 它就等于这个值 那么 Q0 over C 那就是代表 capacitance的最大值 那么 也可以算 这两端的端电压 这个端电压 就是它的感应电动式 LDI over DT 我们用绝对值 绝对值 你把I带进来 微分以后 就变成这个 那么这个就是 最大的 电压 就是这个端电 最大的端电压 OK 那么 最大端电压 等于这个 好 那么 我们知道电容器跟电感器 啊 它都是储藏能量的一个 元件 电容器可以储藏电能 电感器呢 可以储藏 感应器可以储藏 磁能 那么 那么我们把以前我们学过的 电容器的电能 是等于这个 任何一个时刻的电能 T 任何一个时刻的电能 Q平方 over C 那么我们把Q等于Q0cosOmega T 带进去就变成这样子 那么这个呢 也是它的一个 最大的能量 最大的这个 电能 W E Maxima OK 所参与感应器的 职能呢 我们有二分之一 Li 平方 把I 等于Omega Q0 3Omega T 带进去 就得这个 那么这一项呢 我们可以学成这个 就是最大的磁能 这个最大电能 这个最大磁难 那我们看这个 最大电能跟最大的磁能之间有关系哦 因为Omega 跟Lc 有关系 Omega 平方等于Lc分之一 我们把这个 带到这个设置里面去 那这变成Lc分之一 L L 这变成Lc分之 Q0平方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因此啊 我们知道最大的磁能 就是最大的电能 像这些我们都要记住的 记住不是去背哦 就是你做题目做多了 你就知道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回事 记住 好 那么现在我们看 电路的总电能就是任何一个时刻 任何一个时刻 电能加磁能 你把这两个加起来 因为 这两个加起来 因为 这一项等于这一项嘛 对不对 你可以把这个当作是 等于W1maxima 提出来 就是等于 等于这个 因为Cosn平方加3平方等于1 你也可以把这个写成Wbmaxima 那么 就是这一项 所以 最大的能量 这电路上 震荡电路最大的能量 就等于最大的电能 也等于最大的磁能 这个也要有印象要记住 好 那么现在我们从刚刚倒出来的 任何一个时刻的电能 任何一个时刻的磁能 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说我们就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知道 你把这两个加起来的话 就是说我们刚刚不是已经得到这个式子吗 就是说 这个 这两个都在变动 你看这个 在变动 随时在变动 这个也随时在变动 这个变小的话 这个就变大 这个变大的话 这个就变小 比如说这个变小 这个变小 小到零了 这个最大值 就是磁能 那这个变大 这个变小 这个变成零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最大 所以呢 电路上的能量 虽然电能跟磁能都在变动 但是它的总能量保持定值 OK 所以我们说震荡电路 它是电能跟磁能 在那个地方不断的转换 不断的转换 那这个情况跟什么差不多呢 就跟我们以前讲的 一个质量为M的物体 放在水平的弹簧上面 让它在没有摩擦的水平面上 震荡是一样的 这个震荡的时候呢 它是动能跟胃能 物体的动能 跟弹簧的胃能 这两个加起来呢 这两个加起来 你看这个虽然在震荡 虽然在震荡 可是它加起来的能量 应该是一样的 就是说 就是最大的动能 也等于最大的胃能 所以它这个情况 就跟LC增长电路中的 这一套 你看 震荡 LC增长电路是这个 像这个 这叫 脚频率是这个 所以我们 这个情况是一样 一个是胃能变成动能 弹簧的胃能变成物体的动能 一个是电容器的电能 与电感器的磁能在转换 这个情况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比照这两套东西 那我们就发现了 Q对应于I 你看这个 C分之一对应于K 把这个K带进去 这个QI带进去 二分之一 K X平方 这就是胃能 对不对 I对应于 velocity L对应于M 把这个带进去 二分之一 M V平方 就是物体的动能 所以这个 弹簧 弹簧的系统 跟我们这个LC 震荡系统 它有相对应的关系 是这个关系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 OK 电容器 是1.5个microfarad的电容 电容器 充电到57伏特 将电动师撤除以后 就说 这是震荡电路 你把这个电容器 充电到这个 充电一定要有电动师 好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 充电的电动师把它撤掉 把这个电动师 这个地方 就换成一个感应器 那么这感应器的 自感系数 是12个mH 如果电路没有电阻 那么这个系统 就是一个LC震荡电路 就是C跟L L 就是感应器提出没有电流 C上面有电量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我们要问 这个电路的最大电流 是什么 最大电流的时间变化率 要求电流的时间变化率 最大的 时间变化率 变化率不断的 在变了 在变小了 当总能量平均分配到 电容器跟感应器的时候 求电容器上的电量 平均分配 就是说电容器跟电感器的电量 都是二分之一的总电量 达到这个状况 所需要的最短时间 那这个题目呢 我们先看电容器的最大电压 再要求最大电流 我们先看最大电压 最大电压就是它的Q maxima over C 它不是充电到57伏特吗 就是最大电压 最大电压就是Qmaxima over C 那从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求出Qmaxima 就是Q Qmaxima 不知道我们先摆在这里 那么 电能 最大电能等于最大的磁能 最大电能是这个 最大的磁能是这个 在这两个相等的时候呢 我们从这个式子就可以得到 I maxima 我们要求的就是最大电流 这可以变成这个 那么Q maxima开出一个来 那么我们把C 提出来 C分之一提出来 里头就是else 变成这个 那Qmaxima over C呢 是等于Vmaxima Vmaxima 知道啊 所以这些字我们都知道了 带进去就等于这个 好 那你是 这个啊 要等于这个 等等 那你就要多做题目 多用 你才知道啊 要不然你怎么会知道 好 第二个 我们求它最大的电流时间变化率 我们从VL 等于L 等于L 乘Di over DT 这就是 感应器两端的断电压 那从这里 我们就得到 Di over DT等于VL over L 如果这个是用maxima的话呢 V就是用maxima Vmaxima就是这个 这个maxima等于Vol 等于这个 电压 这个电压等于这个电压 这两个并点嘛 那这个我们知道 对不对 就带进去了 L也告诉我们了 求出来 就是 4750 Ampere per second 当电 电能跟磁能 通通等等于二分之一的总能量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求 你看 电能是等于这个 二分之一 W total W total就是 W maximum W maximum 那么就可以等于二分之一 W maximum 就是电容器的最大电能 是等于这个 从这里 从这个 这个式子等于这个式子 你就等于 你就知道 Q等于Q maximum over 更好2 Q maximum是等于这个 C知道 V C maximum知道 带进去 就求出来了 OK 好 那么 要多大的时间 能够到达这个 这个状态呢 那么我们就有Q 的时间 函数 我们的cosωt 是Q over Q maximum 那Q呢 这里告诉我们是等于 更好二分之Q maximum 所以 我们就得 Omega t等于 四分之π t呢 就等于 Omega 我这写错了 这什么写错了 T 那四Omega分子π 这个 这个 这个算错了 四Omega分子π 这个 你自己再算一下 这个算错了 这个算错了 好 那么 现在我们看 震荡电路里面 本来只有L跟C 两个元件 如果我们增加一个电阻的话呢 这个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电路 好 那么我们 假设 起初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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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capacitor 它带电 它带电 当然正的就是 这边是正Q 这边是负Q 假如起初是正Q0 负Q0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开关 把它关上去 把电路接通 于是啊 这个capacitor呢 它就放电 放电 那么 电流从这边过来 电流从正极 流到负极 所以 所以就在这里 产生两个电位降 一个是VL 一个是VR VR 那么 我们现在 假定 就是T等于0的时候 这个上面的Q等于Q0 起初呢 还没有放电 这个还没有按上去 或者按上去 刚刚按上去的时候 这个电流是0 然后呢 我们按上去了 这是起初状的T等于0 按上去 T就开始进行了 于是呢 这个电流就开始流动 开始流动以后啊 这个地方的电位 就下降一个VC 就是说这个 按照这个方向来看呢 这里是一个压身呢 VC 这边两个都是压降 压降我们用负的 所以VR -VR -VL 好 然后我们就把VC 等于Q over C capacitor 的 两边的电压 就是Q over C 那么 电阻 两端的电压呢 就是IR R 那么电 感 两边的电压呢 就是它的感应电动式 就是L DI over DT 好 那么这个维分方程里面啊 看来是有两个位置数 是两个变数 一个Q 一个I 但是呢 Q跟I不是独立的 它们之间有关系 那就是什么关系呢 就是I等于负的 DQ over DT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T秒钟里头 这个电容器 基本上的 电量 随着时间 减少 D over DQ 本身是负值 本身是负责 因为它流出来嘛 正Q流出来嘛 所以它就是 Q变少了嘛 所以 这个Q呢 是代表 极板上的 电量的 绝对值 好 那么它 变少了 DQ over DT 就是电流啊 这个电流就是 DQ over DT啊 然后呢 因为它本身 啊 本身是负的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电量是减少的 电量的 增加率是减少的 所以负负才会得正 把这个值 带到这个Q 这个值带到I里面去 那么 我们就可以 把 就是我们把这个式子 我们把这个 那我们现在 把这个 好 这个式子 全部啊 这个I 对 这个I 带到这个里头去 带到这个里头去以后呢 这个就变成D平方Q over DT平方 L都除过去 然后这个I就变成 负的DQ over DT 它除了一个 除了一个R 除了一个L 对不对 R over L 然后这个呢 就 它的分母就是LC 分之Q 好 现在整个二次微分方程上面呢 都是Q 这个变数 好 那么 我们看 这个是一个 什么方程式呢 我们在上册 讲减弦运动的时候 我们讲过 我们讲过 就说 如果你这个X 如果你这个Q 电压 那如果是 变成X的话呢 X的话 那没有这个 没有这一项的话 那这就是 减弦运动的一个 标准式 对不对 这是个常数嘛 那现在多了一个这一项 DX over DT 就是V 就等于是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速度 那么 多了一个这一项 那么 这个就是一个 阻尼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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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分方程 阻尼的一个 微分方程 那么它的解 就是说我们把它跟 我们在 第十章 上册第十章 阻尼 剪弦运动里面 的式子比较 就像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现在 有了这个式子 因为它的解 我们知道 这个解呢 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就可以 比照这个 把这个X 的式子 变成Q B呢 变成R M呢 变成L K 就说这个 这个式子里面 我们都把它 变成这个样子 L 那么 就是 M呢 K等于 就是 我们把这个 跟这个 对照一下 对照一下 这个跟这个 对照一下 那么 我们 就可以把这个式子 把XT 这个式子 它的XT是等于这个 Omega是等于这个 于是我们就把这个式子 转换成为Q 把这里面的这个 变数 通通变成这样的变数 OK 跟这个比较 我们现在的解呢 它的解是这个 那我们的解 就是这个东西 你这个 都做一个 比较嘛 Omega就是这个 OK OK 我们现在的解是这个 好 那么 我们现在看这个 当R 大于4L over C的时候 这个 这个式子 它的函数曲线 就像这个样子的 像这个样子的 OK OK 像这个样子的 好 那么 函数曲线是这个 这个实现的 实现所示的 好 但是你看它这个 震荡啊 就跟解析运动不一样 解析运动就是 这个政府始终保持一样啊 这个政府呢 不断的在衰竭 那就表示它的Q Maximin 要乘上一个这个 那这个 就是这个 虚线 它的最大值 就是受这个限制 OK 好 好 就是说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为什么它不保持一个一定的 政府呢 因为 捡血运动里面 以前那个水平 减血运动 是摩擦力不算 现在我们这LC电路啊 震荡电路 是电阻不算 如果算电阻的话呢 就好像我们减血运动啊 你把这个 你把这个 主力算进来了 主力算进来 它会消耗能量啊 所以它能量越来越小 政府就越来越小 那现在有电阻啊 电阻会消耗电能呢 所以它能量就越来越小 所以它的震荡呢 也就越来越小的缘故 好以上就是介绍震荡电路